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來到這個星期 我想分享一些旅遊的日語 先不再講一些基本數字 或者是年份的日語 我們今天開心一點講回旅行的日文 雖然說旅行,即是旅行的日文是講什麼 大家想想去旅行的時候 你到底會做什麼呢? 就是拍照 所以今天會教幾句 大家在旅行的時候 如果你想拍照 找人幫你拍照 拍別人的照片 等等 可以用到的日文 我們就在今天分享 第一個 第一個去旅行的時候 你可能一人去或者兩人去的時候 你都很需要第三者幫你拍照 始終拍下自拍的話 頭髮就太大 又拍不完風景 所以你想問別人幫你拍照的時候 你就可以講一下這句話 好嗎? 写照片 然後第二句 第二句就是 如果大家去到一些地方 但你不知道可不可以拍照 但你又做過有禮貌的遊客 你想問一下他 可不可以拍照 或者這裡可不可以拍照 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以下這個文型 好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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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文型就很好用 你可以在前面加上不同的句子 然後分別變出不同的意思 比如剛才第一個 就是問 這裡可不可以拍照 其實整句 你可以這樣說 好嗎? 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第二句 第二個就是 你可能見到一些帥哥 或者你見到一些COSPLAY 或者見到一些很特別的人 你想問他 可不可以和他一起拍照 那你就可以這樣說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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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三句 就是你很害羞 你不想和他合照 但你又想拍照 但你又想拍照 但作為一個有禮貌的遊客 是要問一問 別人才是別人的照片 要不然就偷拍 好像變態 就不太好 那你就可以用這句問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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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記住 可以嗎? 這個文型 就可以問別人 可不可以 什麼什麼 或者意思是 我做這件事 都可以嗎? 這樣的意思 然後 你前面就可以 加不同的句子 去好好運用它 然後 下幾句要分享 就是 你拍照的時候 可能你想給他一些指示 比如你想說 看這邊 站好一點 或者你有要求的 你說 幫我拍照 就是一個風景 那分別的短句 可以怎樣說呢? 我們首先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 請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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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是 讀做 こちらを見てください こちらを見てください 如果你想叫他 站近一點 站近一點 讓他的人仔 可以大一點 你可以這樣說 下一個 如果對拍照很有要求 就是你喜歡 低炒上去 令到腳長一點 或者是高炒下去 令到人好愛一點 分別呢? 你想跟那個攝影師說 你可以幫我低炒啊? 或者是高炒 那日文分別是怎樣說呢? 我們首先說低炒 就是由下而上 拍照的話 你可以說 下由 decrease 下由來拍照 那相反是 在上面拍下 就是 親から 親から 下由來拍照 再下一個就是我們拍照的時候 你難得它旅行 其實你是好想 拍照後面的風景 證明你是來過的 如果你每次都只拍大頭 就是看到很大的人 後面的背景不清楚 那麼好像少了打卡的意義 所以有時候你很想跟她說請你幫我拍後面的景色 那時候你可以說 後面的景色也放入後面的景色 那這裡看看文型就是 摩是道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後面的景色 道 請你拍進去吧 那今天關於拍照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去旅行的時候可以用到這幾句短句 因為我那時候去到岩大阪心齋橋的時候 很想有人幫我們拍家庭照 始終難得家人來拍照 但是自拍又拍不到後面那個 Yeah 舉手那個跑男 那一定要別人幫我拍才會漂亮 但是那時候又不會這樣說 就是跟她說 首先 OK 這樣 那回想起來也真的很洋水 所以學好一些日文或者寄好一些短句再去問人 那我覺得自己又開心點 然後被問那個也都 啊 她也挺好啊 學我們的語言再去問我們 就是 嗯 我覺得語言是挺有趣的一件事來的 所以就算現在不是很多翻譯機出的 我也覺得自己學好像是開心點的 就是當你認識了一件事 然後到當地跟當地的人溝通 那個樂趣是 嗯 大家學日文就會明白的了 好 那我們明天再分享多些關於拍照的人文短句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Like和Subscribe 另外要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是 那多謝大家 我們明天再見啦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 Bye